刚才讲 光练照理讲是蔡英文最得意的一个成就 可是搞了半天 现在光练干嘛在上层 上层有吃的 像台岩 陈启玉 一吃吃多少 吃了11亿 那你到了地方 地方有很多的蟑螂 他说现在很多的 刚才讲的这些风电业者到了台湾 他说他受不了了 很多人跟他讲 他是用气数 他说你千万不要去 因为刚才讲你到这个地方 有很多蟑螂 什么都要 不然你刚才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是一个来自外国人 我们讲的 或者说外商所投资他的一个斑斑鞋类 他原本想要来台湾的发展观点 想说拜托有这个扣大 而且有这个额度 刚性需求 怎么赚怎么赔 怎么赔 要我怎么赔 其实我没想到他一投资下去就发现说不对 我踏入一个无敌的深渊 宝贝哥你知道那个深渊你意见到什么吗 有绿章狼 你知道绿章狼在干嘛吗 吃流水席 从上到下 通通都要吃一轮 他就讲说 我跟你讲 可是我们的光电不是我们政府的既定政策吗 我们的政府既定政策吗 那不政府要全力支持吗 对 宝贝哥 这就是最矛盾的地方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达标的地方 只到了30% 有7成都没达标 2025给你讲说 我绿电要20% 不好意思 风电 绿电 左边是光电 右边是风电 通通的跳票 那理由很简单 我用一张图你就看懂 为什么会这样子 来 宝贝哥 这是整个我们台湾呢 你要办绿电过程当中 所有需要经过的环节 包括所谓的病电审查 环品审查 暗厂设计审查 土地使用 来 这时候第一只蟑螂跑出来 流水席的第一位 是谁 他说地方的名单 跟公务的机关 就是公务员啦 公务员就说 我跟你讲 你这个环品 你想过是不是 你要处理一下 可能这样子 要这样子 而且连文化部的科长 乡镇长 都来要钱 因为每个环节里面 他们都有上下其手的空间 我就举一个例子好了 好 比如说我们今天到了环品这个阶段 然后你送进去 隔三个月之后都无效无洗 然后你问他说 请问一下 包括这个科长 我们这个到底是出什么问题 他说没有啊 你这个再改一下啊 然后你改完之后 那怎么看都没问题啊 有 有一个问题 你没有缴钱 你不给他钱 他就不让你过 搞得跟第三世界国家一样 管不了吗 管不了 你看 来文化部这个地下水的案件 来 处三年八个月 一样 然后湖口的乡镇案 就你刚才讲的乡镇长 一样 全部就是跟你要钱 你不要钱我就搞你 然后你看了 彰化 云林 苗栗 加一宝这个 这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 一角 碎末而已 就长这样子 然后好 你说雨萱 可是只有一只蟑螂啊 你说对公务人员会卡 就像陈其玉啊 我了解不对 你以为这样 好 到了店业许可 对不对 到了土地变更 对不对 不好意思 这时候地方明代又来了 哎呀 我们相信这样有很多的问题啊 大家觉得你这样不好啊 补偿费不够啊 又开始跟你要钱 又再跟你要一笔 那你想想看哦 我好不容易 过了前面第一关 公务员会给他五百万 那结果我想说 我到了设定许可土地要变更的时候 明代又来 又再给他五百万 那我们光地不是从上到下 都被人家吸血吸光了吗 对吧 你跟我说你 你缴了一千万的时候 你头已经洗了一半嘛 你想说我已经洗一半 没事情了 不是 这一样羊毛粗在羊身上 这些钱还不是我们要出的 对 然后我跟你讲 施工了嘛 终于好不容易施工许可拿到的花了一千万 你只说我这样就没事了 没有 这时候你会发现施工到一半的时候 对不对 突然开始有一群人 自称说 我是居民 然后他们是不是真的居民 不知道 谁知道啊 这后来 然后站在你的工地里面 诶大哥啊 我开一台车过来停在那边 诶你把我车子弄坏了 你要赔我五十万 那你不赔他对不对 不赔他对不对 跟他洗口脚对不对 碰到他对不对 马上五十个人就冲进来了 跟你讲说 哎呀你这样是伤人之事啊 就闹场让你完全施工不下去 然后后来发现 哦后边又是黑道 后边又是地方逃人 那没人管吗 有人管 有人为了帮你管 保健康你掉入陷阱了 这时候明代就会来说 我帮你出力 我帮你抄够 我爸爸你再来 你这时候已经付了一千五百万 瞧了这个 隔了两个月之后 没事了对不对 没有 然后这群人又来了 又来聚众之事了 抗议 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台南的光电案 台南的光电案里面 或者是这个什么 我今天要土地了 我要土地变更了 我要土地变更的时候 台南市政府的就可以捞一笔 这个所谓的 台南市政府捞一笔了以后 市政府捞完一笔 我接着到了这个乡镇 到了乡镇 总是可以开始进行了吧 没有 乡镇的民意代表也来了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对保健康 你刚才讲的是流水期的上游跟中游 但还有下游 下游就是我刚才讲到的 黑道角头也要分一杯 那最后你知道最离谱是什么 有时候连黑道角头都不是 就单纯不知道哪里来的一般的路人 也来乱 但是大家知道 因为你已经到最后关头了 我这样一闹 场地有没有租金 有 场地有这种融资啊贷款 它有成本压力嘛 时间站在你那边嘛 你一直在烧钱 所以我反正我都已经花了两三千万 有时候头洗下去 我就得办 但我讲办成那还算好的 但多数是什么 所以我根本就办不成 就像这个明代找了说 我帮你处理啊 我跟你讲 这个都唱双谎 保利哥这两种策略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怎么不知道说 我们是不是讲暗场在施工过程当中 来乱的人不是明代派来的 他明代委一边派人去乱你嘛 一边帮你 说我来帮你瞧嘛 发现你会给钱之后 你不给钱 我们就乱到你做不下去嘛 你给钱之后 我把你当提款机啊 可是如果这个是中央政策 你的警政署在干什么 你的警察局在干什么 你的这个国安局在干什么 你的国安待会在干什么 你的调查局在干什么 保利哥你讲到一个最大的重点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些蟑螂有个特性 你知道什么吗 机灵 你今天拿拖鞋要打他 他马上要跑 来我们再看一次刚刚这个画面 所有这些许可里面 如果检方要查的话 他是不是要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去调资料 你去陈情嘛 我要去调说这个环节里面 资料是不是真的有人卡你 有没有什么出问题 好你一调资料之后 不好意思下面的蟑螂 全部都散开 装作例证没有事情 但请问案件会不会帮你省 他也不帮你省就好了 他就卡着不动啊 那所以你去陈情之后 我跟你讲大多数人都没有用 因为一旦你陈情之后进入官司 然后你开始在内耗之后 他会发现一些事情 算了我做生意 我钱都缴了 那你前面缴这一笔之后 你怎么去陈情啊 你只要缴了第一笔之后 后面这些人都是于需于求 你的头已经洗了 你想跑都跑不了 对那你说于轩 那你这样讲的不对 你这做坏事 那你第一笔钱不要给他就好了 好 法杰哥对 第一笔钱不给 你知道第一钱不给会怎么样吗 那然后你就过不了了 你不给他钱 你案子就动不了 人家就不帮你办 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进行做光电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问一句问题说 哎呀为什么赖清德开始在 我们讲的速摊状案 然后专门在打送光电 不是 而且这两天 我觉得最好笑是我们的经济部长 经济部长讲 你那个云豹也话太多 他说你要做生意 我也没办法 什么都没办法 对那我想经济部 郭智慧我对他不予置评好不好 因为形态招 好歹是他想要来处理事情的人 现在对台湾来讲 绿电发展根本不是土地问题 因为大家以前一直在怪说 哎呀土地太机灵了 明明我们也化这种绿人规划区 我们还有小二甲 奇迹怪怪各种方法都想尽了 为什么最后都推动不了 不好意思 因为当你不断的把资源送进去的时候 在到达目的地之前 早就已经被这些垃圾蟑螂啃食干净 好所以事实 其实我刚刚讲 你现在这个看到的光电 各种光怪陆离的东西都会出现 之前是刚刚讲到的 台南市政府的时候 我的小二甲 开始我做这个土地变更 或者变成光电的这个暗场 你中间就可以上架起手 就可以捞很多 捞很多了以后 我刚刚讲我进到这个底下 哎 居然还有这么多问题 还更夸张是台岩 台岩光是左手换右手 我就可以捞11亿 对 没错 虽然我们之前有朋友 曾经想要做这个太阳能光电 他当初来就说 我们投资这个2亿这个新台币 那如果我们这个试算过 你一年大概可以赚9% 赚9%的话 大概可以赚1800万 事实上是个好生意 所以他讲 我们去这个台南做没有问题 那做下去 说1800万一年 然后这个可以无限期 这样是太好的一个案子 结果就去投资了 结果投资的时候 把今天遇到什么问题 没有错 这些问题我们朋友都曾经遇到过 从一开始什么审查 然后还评 然后一开始就一大堆 然后甚至还有什么 当地的什么宫廟 还有当地不知哪里来的 这些相关人士就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这个土地要怎么怎么 到时候给你收一笔钱 收一笔钱 收一笔钱 一开始就觉得好了 没关系 反正就慢慢的收 慢慢的收 这没想到 真正开始开工的时候 问题又来了 你开工的时候 保洁你知道 乡下那种地方 通常暗藏的路 可能都只有一条路 不是两条路 他就把那一条路 两条路给你堵起来 堵起来 你就进不去了 你怎么都完全都进不去 就算你开始开工了之后 开始挖了之后 然后旁边的人就说 哎呀 有到炒 搞得炒到啦 那我们这边的农田长不好啦 或是什么猪也养不好 就开始跟你要钱 你每天要来跟你要 来跟你要 要一大堆 那我们知道 那绿田搞得出来吗 而且你确实说好 那我们就告这个官府嘛 警察啊 警察就说 啊这个 这个 人就这样给你 叫多一下就好了嘛 那你找地方的名带 地方名带就说 好 我帮你处理 你给我一笔钱 我帮你处理 在你给了钱之后呢 没有用 顶多呢 大概几个月的时间之后 他没有来 那几个月之后 他又开始 又来跟你抗议 你还在缴钱给他 那那市场 遇到什么问题呢 我跟他讲 你看曾经爆发案子的时候 你看彰化啦 苗栗啦 这个云林啦 什么都爆发过 对 我跟他讲啊 像这些蓝绿执政县市 大家都爆发 为什么呢 我跟他讲一个 很简单的结论 在绿营的执政县市里面来说 绿营过案子很简单 所以你要打通的是谁 你只要把政府的单位打通好 所以通常绿营执政的人呢 可能是在政府单位里面 会有非常多人 市政府 你看台南市就是这样 那边一定 因为他们案子会非常快 所以那个都很容易 但是如果不是绿营执政的人 你要去找明代 因为你从明代去跟他施压 施压之后就跟他 这个我们要什么案子过 或许就会过 所以你看 云林一大堆都是明代 因为明代都是这样 因为就是这样中奖 所以我跟他讲很简单 事实上在整个地方上面来说 地方政府跟地方的这个明代 大家都在赚这些黑 这些钱 所以为什么很多案子到后来 执行不下去 因为你知道你跟官府投诉没有用 你跟明代投诉也没有用 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的航穴一切 他们都是要你的钱 那你想说 找中央政府 中央的这个调查局什么的 不好意思 调查局的地方 他也是跟地方政府在搞背 他也不理你 所以根本没有办法 这个为什么行太招要 这次要出来讲话 因为这真的是只有中央才能够 如果你中央真的要处理这些事 你OK 你就把这些人都完全抓起来 问题是你没办法抓的时候 你这个案子就完全 你完全卡死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一去投资 那你知道我朋友说什么 他这1800万 原本他就说没关系啦 反正我就花个1000 这个2000万搞定 一定不相信没有办法 结果后来他搞了3000万 他都还没办法开工 3000万了 他想说 我就花掉快要两年的费用了 我还没开始动 我怎么办 最后只好停损 就是说我们不要这个案子 3000万没了 我就不要这个案子 而且不要这个案子之后 最后你还没办法脱身 因为你已经审查了 审查了 我要退案子 不好意思 不能退 你还要再缴一些钱 才能够把它退掉 所以他从头到尾来说 他已经先把两三年的投资 预计要赚的钱 都已经花光了 就他才能够全身而退 后来还是惊险的退场 你说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 就告诉你 在整个在地方上面 所以为什么要有 你看那种所谓的 真正能够摆平地方的大势力 为什么云豹能够摆得平 因为你有那种 后面很庞大的政商集团在后面 或者是说你是大公司 你可以搞定这一切 如果你是那种小公司 小集团 或是你是外商 你根本没有在搞这种 政商的那样的关系 事实上 你很难打进这一块 光电的领域里面 宇轩 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很好笑是 之前不是讲吗 云端发票居然都是同一批人中奖 甚至同一个姓士成中奖 那些财政部说 有啦 我们都查过了啦 没有问题啦 保良哥我们刚才还在怀疑说 光电是不是有问题 拜托 发票都可以搞鬼了 发票都可以处理成这样 为什么财政部之前 是不是有这个云端发票 说哎呀中奖 结果我们后来发现 那几个人可能被惠心 或者是我们讲的隐石砸到三次 因为才有办法连续中奖嘛 高达四位 连续中奖两次 一个人还拿两支iPhone 还记得吗 其实我现在跟你讲说 财政部又开记者会了 查了老半天喔 本来以为大家得到的答案 是会真相大白对不对 没有 他说没有没有 误会一场 误会啦误会啦 他怎么怎么误会 他说因为这些人第一件事情 他们有很多账发票 他们罚票太多了 他说很多账发票 所以你不能这样计算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去查过啦 没有问题 因为他不是厂商 也不是配偶 也不是三等亲 但是他会不会是人头呢 会不会是其他的关系 或者是朋友呢 不知道 因为讲白的是金额又没多大 你两支iPhone放在朋友身上 你也不会怕 又不是一千万两千万 又不是四千万 对不对 但是他都不跟你讲 他都说我们确定不是内定喔 跟我们的员工没有关系喔 再来喔 他们都有买很多账发票 账发票太多了 对对 然后第三件事情 他跟你说是什么 我们这个都是用随机的全数 以及乱数呢 相关的权重加重中抽奖 所以这个相关的拘例呢 好不是嘛 财政部你不要跟我啰嗦那么多 你算给我听 我给你十张发票 我给你十次 我给你一百次好不好 因为保德哥 我们那时候算出来的几率是什么 AI趋近于零 零乘以一百次是什么 对 还是零 你在讲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就算你再怎么去签 所以他现在财政部咬死了 没问题 对 我跟你讲他当然不能讲有问题 那如果讲说有问题 后来发生的是财政部里面的问题 那该怎么办呢 来各位 我再念一次这个几率 Cloudi的几率 我们讲的是 2560 2045 019 5370 2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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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这个几率 好不好 你给我乘一百 乘一千 乘一亿 都不可能会中啊